大家好 我是空菜 我現在在沙士道 現在是半夜的11點左右 今天我要去吃一個宵夜 其實天津的夜生活並不是特別的豐富 所以晚上可以吃宵夜的地方並不是很多 今天這家可以說是一個難得的深夜食堂 我們去試一下 點了一個燒餅加牛肉 然後一碗雲吞幾個烤串 現在來試一下 先來看一下這個燒餅加牛肉 非常的迷你啊 就個頭非常的小啊 6塊錢一個 很燙啊 這個燒餅應該是先烤過了 然後裡面的肉應該是炸過吧 很香啊你看一絲一絲的 這個不錯耶 不太小 好吃 它現在是加到那個 那個牛肉是加到裡面的啊 就是不是加了一點點 其實加了挺多的你看 這雲吞的個頭看著也挺大的啊 先來口湯啊 我加了胡椒粉辣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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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蝦還挺大的 拿來口湯 嗯 嘗嘗這個烤串啊 這個是羊肉串 5塊錢然後5塊肉 还可以 鸡肉串 我点甜口的 鱿鱼虚 它刷的是甜辣酱 辣酱是有点甜口的 相比烤串 我还是更喜欢烧饼和云吞 尤其是烧饼 宵夜已经吃完了 然后虽然已经很晚了 但是里面人还很多 在外面简单说两句吧 他们家的招牌是那个烧饼加牛肉 跟那个云吞 我两个都点了 那个烧饼的话个头稍微小一点 但是外皮 它上桌的时候好像烤了一下 就是外面那个烧饼 然后里面那个牛肉也挺香 挺好吃的 另外云吞的话 其实云吞跟烧饼加牛肉 都是天津非常常见的一个早点 早上的云吞我也吃过很多 然后第一次在晚上 大半夜吃那个云吞了 这家的云吞可以说也是皮薄下大 是好吃的那种 就是对比早点上的那种云吞 也算是好吃的那种 感觉它就是把很多早点 然后搬到了 就是做成24小时都可以吃了 就是你大半夜 或者凌晨12点 三四点来都可以 然后相比 相比较而言 那个烤串的话 就感觉就是比较普通的那种味道 对 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个云吞 跟那个烧饼加牛肉 尤其是那个烧饼加牛肉 真的挺不错的 就是个头小点 你要吃个两三个 还差不多对 还不错 就是大晚上没地方吃东西的话 像这种地方 我觉得要多一点的话 会更好 对 毕竟天津这种 就是夜生活了 真的不是特别的丰富 晚上要找一家 比较好吃的 真的不是很容易 这家我感觉还不错 然后喜欢空菜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空菜 欢迎大家评论转发收藏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你觉得怎么样了 一家开了 好像也开了十来年的一个小店 不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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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